字幕 settings 字幕 belum 我的貪財毒舌南閨蜜 我是我的狗頭軍師 您好 您好 這裡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爱情问题的无所不能忘定 喂 韩逸 我需要厂外救助 我没记错的话 今年最昂贵的 陨石专场系列拍卖会 就在今天 据小道消息 这次拍卖的陨石作品中 时事集团总裁 对其中的一项 非常的感兴趣 找不到郑宝珠 不如我们就从 郑宝珠的前男友下手 我建议你去拍卖会 碰碰运气 至于邀请函 根据六度分割理论 你和任何一个 陌生人之间的间隔 都不会超过六个 也就是说 最多通过五个人 你就可以认识 任何一个陌生人 如果拼着你好聪明的人脉 都弄不到邀请函 我想这打工天后的名头 那就白瞎了 喂 理解吗 我是好聪明啊 什么 你好早了 我有个事想问你 你的那个朋友 好的 好的 嗯 真的吗 你说你前同事的前男友 就是这次拍卖会 拍卖是太好了 你可以帮我弄一张入场券吗 我一个人 就这么说定了 我等你消息 而且 依照韩剧理论 无数的爱情神话 都是由撞车开始的 不不 妈 这个 怎么回事 原谅我好不好 沈队 不好意思啊 不知不意 池墨 郑保珠的前男友 池氏集团的总裁 不是 池墨吗 那离郑保珠还会远吗 这位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也是有苦衷的 我男朋友刚抛弃了我 他带着小三跑了 还捐赃了我所有的钱 所以我现在开车 我赶到机场去 我去把你们追回来 机场在反方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而且你看你一个大男人 我一个小女生 没什么好跟我迹象了吗 对不对 我一开始你就跟我道歉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 我也不会跟你一杆即将的 我 但是你却选择了撒谎也行 接下来你仍然有机会 但是你却选择了啥了 郑总装 在 这件事该怎么办也怎么办 你跟这位小姐相应办 小姐 你是要报案呢 还是要私了 我赶时间 我们私了吧 私了怎么算 我看这位女士也没什么钱 这样吧 赔我们五万 五万 疯了吧 抢劫啊 你不要吵吧 你不要吵吧 小姐 这下可不只是费钱的问题了 居然是进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没错 我是收集了你的资料 你的照片 你的兴趣爱好 那都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知道 这样做可能会对你造成困扰 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就是喜欢上了你 你说爱一个人有错吗 没有错 我 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 也许会困扰到你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赤总 赤总 干吗 把我拉开 我终于遇见了你 你干吗 你有病吗 我是赤总 赤总 拜金女友见过 像你这么拜金的 我还第一次见 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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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赤总 你们别想 赤总 幸亏我机智 总算逃过一劫 拜金女 你才拜金呢 时间不够了 I wonder about my friend 我一定 mehrere行为 我给我安排 你来自我 我给你 你不在买